主料,腊肉100克,黑糯米250克,糯米1500克,辅量,花生,盐,粽叶,粽叶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将黑糯米洗净,将糯米洗净,将腊肉洗净,切定备用,将粽叶和粽叶洗净,粽叶过水桌桌备用,将黑糯米,糯米,花生,加少许盐半均, 将粽叶卷成卷,装入适量的糯米,稍稍压紧,放少许的腊肉粒骨好,用粽叶套好,依次包好,把包好的粽子用水没过,用大火煮沸,改小火煮两小时即可,烹饭技巧,包粽子的粽叶最好不要捉,用生的更清香,包的时候一定要用线扎紧,不然容易煮载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